欢迎收看ATV焦点位金陵 类地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7日刊登 深圳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刘和平的文章 以让港独自己寂寞的枯毁为题 赞文指出 港独在香港不单止不是主流 连支流都算不上 根本上就是不入流 不自实际的放大港独问题 它的负面效果本身就非常严重 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 见惯不怪 奇怪自败 评论文章进一步指出 将港独问题炒异 淨重了英美某些势力的下怀 假设我们要大肆敲打它 反而引起香港和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在这个基础上 境外某些舆论就会以港独为由 得出一国两制已经失败 以此来向中央和特区政府撲污水 事实上当前解决香港问题 逼此需要维持好香港的内外环境 才可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而扩大对立面只会适得其反 作者又认为 香港建制派和反对派就普选而产生的争议 应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而非敌我矛盾 不应该将问题无限扩大化 他在未来香港推动双普选 持审慎落宫的态度 而信心 一是来自相信香港是一个理性的社会 而是来自相信中央政府 是有智慧 有包容之心 是可以化解矛盾的 作者还以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风波为例 指这两场风波最终并没有搞大 背后的交源就在于中央尊重香港的主流民意 对于这篇文章 知心传媒有什么想说呢 我们先来听听 今天的话题是 港独不会自行沽毁 是敌是有 无需定性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 这句话有些黑暴 但一个人太忠厚 就会蒙弧敌有定位 和敌我有之间关系 却并非全无道理 今个月17号 环球时报在一己之见栏目 韩邓一篇由深圳卫视 首席时事评论员刘和平写的文章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有两个观点值得相抗 第一是文章的标题 让港独自己寂寞地沽毁 第二是文中的一句话 喜不借看来香港建制派和反对派 就普选而产生的争议 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 而非敌我矛盾 不应该将问题无限扩大化 这篇文章作者认为 港独在香港不单止不是主流 连支流都算不上 压根就是不入流 这一点我们完全认同 但希望港独自己寂寞地沽毁 却不免过于天真 真正鼓吹港独的人的确不多 这样的主张也绝对不能实现 不过并非全无市场 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现实 就必须承认 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 思想上是有分离主义倾向的 只是程度有等级差别的 他们当然也知道香港不可能独立 但还希望两制多于一国 这也是香港回归至今 港人的国家认同感仍然淡幅 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的人 比例仍然高的原因 虽然有些反对派人士口称 举着英国旗闯入驻军总部 是违法行为 但他们未必就不会闲嘴偷笑 港独是有土壤的 也会赢得一些掌声 他不会自己寂寞地沽毁 除非你将他连根拔起来 并晒在太阳之下 作者将普选中的争议 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仍然对香港现况 知之甚少 将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 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 是中共已故主席毛泽东 在1957年提出的 按照他的主张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 以用专正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 解决办法是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而达到新的团结 也就是著名的公式 团结 批评 团结 香港反对派是否全心对抗 能不能够成为团结对象 当然没有一个两化的衡量标准 但士金石还是有的 这篇文章作者 在文中提到一个词 统一战线 是的 士金石就是统一战线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 团结 批评 团结 就是统一战线理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过着邓小平的论述 实现祖国统一 是最大的统一战线问题 于是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反对派 接受统一战线 简称统战就是有 不接受就是定 你能否接受呢 看看有多少人会因言点头 香港不需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理为矛盾定性 只需要用法律理裁定 行为是否罪行 据英国旗示威 只要不违法应当允许 美景批准闯入军事禁区 即使赤手空拳也要受罚 这样的 先言教诺 几所不用密施于人 这样很好 但是不够 仍需要加入 几之所用 也都密施于人 否则你真心当人家是朋友 人家他不一定令你的情 而宁愿以敌自居 敌父 有父 各自心照 这样的 详文认为希望港独自己寂寞的枯毁不免过于天真 真正鼓吹港独的人的确不多 这样的主张也绝对不能实现 不过并非全无市场 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上是有分离主义倾向的 港独是有土壤的 他不会自己寂寞的枯毁 除非你将它连根白起 并晒在太阳之下 同时对于民众将普选中的争议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读文认为香港不需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为矛盾定性 只需要用法律来裁定行为是否违法 对于今天的话题